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 他姓刁 他叫做刁先生 刁先生的大卡户 全都是大户 刁先生的电话簿 都大人物 大人不及小人过 他自称小人要你不要计较他的错 不然就找人刁先生说他的movie 一秒几十万上下 发展开到他的库 全拍入手机上把下 他师父彼此上了一元 连双处有几十亿元 两房还有几十个亿元 随时可以交来姻缘 需要踏进圆的人 对他总是大事神 运用金钱走开后门 他只需要小事神 能用钱解决的事 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能用钱解决的事 其实都是扭到小事 所以杀起眼泳扭的刀 笑一下求好 不然让你知道我跟你的掌管多么友好 他还能够扯到人非 身陷数难无果 他说不过是无形之过 不算是他的错 雕先生 雕先生 没在调那警察现实 雕先生 雕先生 觉得公务院都前 雕先生 雕先生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只要喝口水拉口水 就能分泌八百公升 雕先生 雕先生 没在调那警察现实 雕先生 雕先生 觉得公务院都前 雕先生 雕先生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只要喝口水拉口水 就能分泌八百公升 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 那个110报案 你知道我有遇过什么吗 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他打110 然后他说路上有一百块 雕先生一边开着bands 一边数着bands 大门在他嘴里dance 他比谁 都还fax 他说你的薪水 全部都是零被缴的税 他说零被缴的税 都靠你薪水 好几倍他缴的税 就等于付了服务费 人民保姆对他来说 不过就是服务业 他说生命是主人 但要你以克为尊 他借口年纪大了money 失血突然回春 他总把110 当成他的客服专线 任何杂事都能够 克服到客服专线 敢找他麻烦 他就不怕践踏你的专业 但遇到麻烦把你当成法律 只是转卖点 面对雕先生的按键难防 按键也难防 他总能伤你的斑 别难上加难的难上 他像是一动式的 勤务指挥中心 他心中的中心思想 我想是自我中心 雕先生 雕先生 没在调到警察先生 雕先生 雕先生 觉得公务院都牵 雕先生 雕先生 身高180公分 只要喝口水拉口水 就能分泌八百公 雕先生 雕先生 没在调到警察先生 雕先生 雕先生 觉得公务院都牵 雕先生 雕先生 身高180公分 只要喝口水拉口水 就能分泌八百公 不喝口水拉口水拉光 大概 高先生 see you next time